华盛顿邮报 美国对去政策变化,引发各方关注,无限注流柔性进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特朗普曾多次表示,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完成后,打算从叙利亚撤军,但随后他在华盛顿提出美军将注流在叙利亚,直到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救的地区局势稳定,以及彻底扑裂伊斯兰国复然的威胁。 至于具体停留至何时,特朗普并未给出具体期限,美国从未真正从叙利亚完全脱身,只是介入叙利亚危机的方式不同。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纲介绍,2017年以来,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代替反恐,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 特朗普政府既不愿意在叙利亚投入太多的资源,又不能容忍俄罗斯、伊朗等国在叙利亚做大做强,因此向叙利亚派出两千名特重兵与军事训练官,通过维持柔性军事存在,增强在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影响力,强化存在扭转不利。 对美国对许政策表述为何改变。 对此,孙德纲认为,美国住序境内美军的停留期限无限延长,主要是对当前叙利亚局势走向充满忧虑。 截至今年9月初,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已经控制全国主要大城市和60%的土地, 而叙利亚政府仍在加大对伊德利普省反对派的军事进攻力度。 今年9月7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领导人在德黑兰举行叙利亚问题,三国第三次峰会。 俄罗斯、伊朗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军事协调能力进一步增强。 北约盟友土耳其在美国经济制裁后倾向俄罗斯,种种变化都使特朗普政府担心。 续局势正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演变,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强化再续军事存在,阻止代理人被彻底打败, 避免俄、土、续、伊朗形成军事联盟,使得美国再续未来政治竞争中完全被边缘化。 孙德纲说,矛盾加剧对峙持续美国在叙利亚的无限期停留,招致其他国家的担忧。 在俄、土、伊三国峰会上,伊朗总统鲁哈尼衬希望美国立即撤出叙利亚,并称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发挥不了什么积极作用。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叙利亚非法保持存在的国家撤出该国是我们共同的目标,美国在叙利亚不撤军,将加剧美俄、美伊和美叙政府之间的固有矛盾和不信任。 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恐将长期化。 孙德纲认为,未来,通过维持在续军事部署,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地区和南部靠近约旦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将继续维持军事影响力,避免俄罗斯和伊朗垄断续局势。 目前叙利亚出现了政府军强,反对派弱,俄罗斯到伊朗到土耳其强,美国弱的局面。 孙德纲分析,面对不利局面,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鼓励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和埃及等组建阿拉伯联军,增强对续局势干预能力,甚至会再次制造所谓叙利亚化武危机事件,阻止非西方大国垄断续局势,排挤西方再续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